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Berry 接下来呢来教大家一个非常帅气的新手向魔术 首先我这里有一副牌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牌呢是正常的没有什么猫腻的牌 对吧 然后呢有多人说你这个牌有摆放洗牌 洗牌洗牌那洗牌吧 洗不洗牌都无所谓 接下来呢可以邀请观众把牌尽量平均的分成三落 尽量平均 这三分之一吧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三分之一 尽量平均也不一定要完全平均 但是尽量平均 然后呢之前洗了牌 现在观众随意的分成三落 诶我们看每一个的第一张是什么 首先呢这里有一张5 这里有一张6 这里呢有一张5 哇可以啊 还非常接近 那这里是5 我们就先往底下放5张 12345 然后呢 两边各分一张像这样 这一落6张 123456 然后呢两边各分一张像这样 这边呢5 这边呢5对吧 5张12345 然后呢两边各分一张 好 以上过程都是随机的吧随机洗的牌随机分成三分之一 尽量平均 然后呢 翻开第一张分别是565 这个很难说安排到每一张会是什么 然后呢市集就往下数几张 然后呢剩下两堆 每一堆各放一张 看起来非常随机 接下来这个就神奇了 你会最终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仔细看哦 哦 一张梅花酒 哦 一张红桃酒 难不成 一张黑桃酒 三张酒 厉不厉害 是不是还少一张 是不是还少一张酒 没有错 这张酒在哪呢 在 这个垫子下面 有一张牌 这是什么 没错 这就是剩下的那一张方片酒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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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么一个魔术 非常的酷炫 怎么完成呢 不需要任何的手法 只须有一点点事先的摆放 聪明的人可能已经看出了 事先的摆放是什么了 首先我们需要 然后呢随也三张杂牌 然后呢一张五 五 三张杂牌不需要 然后呢三张九 或者是三张什么东西都可以 这些这整个七张牌呢 放到排队的最顶上 然后呢 你就可以来开始变了 变之前给观众看 这里有一幅很正常的牌 注意哦 不要闪现到后面有几张9在一起 虽然你就算闪现了 观众也不会觉得怎么回事了 观众也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对吧 然后呢 假装洗牌 怎么洗 用这种方式洗 从中间抽一落 往上洗 这样呢 不会破坏这个底下牌的顺序 当然了 你可以这样洗 对吧 洗完之后呢 把这个原封不动地放回去 总之 怎么洗都可以 不要毁坏上面七张牌的顺序 好 接下来呢 让观众随意分成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这个真的是很随意的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这边少了 随意的翻 那无论翻到什么呢 这里一定会是一张5 对不对 接下来呢 就迎不了然了吧 7 这边呢 放七张 1234567 这边放七张 然后呢 这里放一张 这里放一张 那这边三个9 上面就有四张大牌了 这边呢 11 有没有11张牌 123456789 10 11 对吧 然后呢 这里放一张 这里放一张 现在三张9上面呢 就有五张大牌了 这里正好是一张5 12345 对吧 然后呢 一张9过来 一张9过来 剩下的这一张呢 还是9 这样呢 就完成了这么一个魔术 然后呢 你可以悄悄拿出这个自己藏在一边的9 说 哈 我早就知道你要选9 非常简单 当然了 你也可以分四落 但是如果分四落的话 对方在这个地方翻一张K 可能牌子会不够 所以说三落比较保险 怎么样 有没有学会这么一个非常非常简单 只需要一点事先的摆放 就可以完成到小魔术呢 好的 那就是这样 我是Mari 咱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